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们好 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 今天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520就职演说后 赖清德的 这个施政方向是什么 我们现在只知道很确定他是台独路线 他说他不是台独精神 原来他想做台独国父 经过520的这个演说之后 他已经把他的所谓的true color 已经展现给世人毫不掩饰 那接下来他要怎么做 今天再来这个录影的路上 今天是大陆昨天宣布 进行联合利剑2024A演习的开始第二天 那么台北的天气是很阴暗 然后有一点小雨 这个气氛很沉闷 可是高速公路还是塞满的人 街上的人还是该上班的上班 该如何的如何 可以说台湾的老百姓对这些 不管是赖清德搞态度 还是联合利剑 也都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很强烈的反应 因为他们也 他们只能是最后结果的承受者 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宿命就是 当票投完以后 一般老百姓就只能当摆设了 只有民主党 民进党比较有点办法 他有动员他的那些激烈的这些支持者的能力 那现在台湾也好像只有这个政党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们动员了两三万人 今天又要包围立法院 那所以事实上的话 大部分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怎么能怎么讲 只能在那边 自己做自己的打算 就心里面怎么想 该怎么做怎么做 那么不过眼前的生活还要顾着 现在比较 因为说实话 演习 终归是演习 对不对 也不是真的打仗 你可以2024A演习 2024B演习 你可以一直演习 其实 演久了 对台湾老百姓来讲 过去70年 这个 怎么说呢 在无奈的情况之下 也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对 关键是 赖清德现在拿到了这个政府 拿到了这个啊 控制这个政府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其实他把他自己的做法想法 他老早都讲清楚了 台湾很多人搞台独了 一辈子他不承认他是搞台独啊 对不对 他被逼了他都不讲 赖清德是老早就讲他是台独了 所以呢 他是搞明 他是搞阳谋 他从来不搞阴谋的 所以他做什么他也讲清楚了 只是大家要注意看啊 关心台湾前途的啊 那么关心两岸关系 要仔细听他讲了什么 其实他在2023年啊 那个7月5号 他那个时候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啊 他投书一本英文稿 英文写的很烂 可是他里面内容足的关注 他投书了这个啊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那么讲他这个他的政见 那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啊 是和平四大行动方案 和平四大行动方案 我不晓得当时好像我看当时的报道 没有人太多人注意到这个 可是这一次520他的就职演说 他又把和平四大方案行动方案啊 他又提一次 然后呢 把他做了更多的论述 所以我认为 这和平四大方案啊 就是他未来啊 他的思想的核心 然后他今天拿到这个位置 他要做的是 他写的最清楚的 就这个所谓和平四大方案 那这和平四大方案是什么 我来跟各位啊 一一解说 然后再把我对这个啊 和平四大方案的看法 跟各位分享一下 呃第一个啊 这个和平四大行动方案啊 第一点他要做什么 他要强化国防 及不对称战力 所以他第一点他是搞国防哦 四大和平行动方案 第一个备战啊 要怎么强化国防 所以上一次在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 好非常落期的这个好 潜水艇的建造案啊 然后他带了赖清德去 那个时候这个人家问他说 哎你对这个前提有什么 他说我要一次把那个七艘都要造成 都要建成 所以他讲强化国防是真的 他不是跟你讲讲口号的啊 蔡英文觉得他自以为大 他那个时候八年前 他出涨这个政府的时候啊 那时候马英九的国防预算是三千亿一年 等蔡英文走的时候呢 这国防预算变成六千亿台币啊 那真的是就是说翻了 就是说涨变成两倍 他这一次呢 到底赖清德他会把台湾的国防啊 推到什么样的新高度 我觉得以他作风的话 我觉得啊达到一亿台币啊 那么也就是说从六千万啊 再升到一兆台币啊 不是不可能 然后他还强调不对称战力 什么叫不对称战力 也就是说你虽然你核子武器 你有这些啊 庞大的海军部队啊 潜水艇啊这些啊 他有另外的打法 我觉得他的不对称战力啊 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呢 发展啊 中程导弹 所以这个不吹一声弹力呢 就是原来以专务防守 这是日本人用的 这个台湾的防卫策略啊 他改成具有攻击能力的一个防卫串力 这就是不对称战力 然后他发展什么呢 射程一千两百公里到一千五百公里的什么 中程弹道飞弹 对准哪里 对准大陆的城市 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 这是他要做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会跟黑熊部队结合 配合美国 打一个什么 如果两岸开打 他要搞长期抗战 他要兼臂亲野 他要什么 用敌深入 然后呢 打城镇战 打游击战 打什么呀 山林战 就跟今天乌克兰 哲伦斯基啊 不计成本的打到底 这就是他的第一下 和平行动方案 很讽刺吧 标题是和平 第一条就想打仗 第二个 他说要改善 经济安全 与供应链 我跟你讲 这句话就不要讲太多了 经济安全 与供应链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跟大陆在经济贸易上切断联系切断关系 人家都说哎呀不得了 台湾现在一年从大陆间赚1500亿 没有这1500亿台湾的贸易经济可能会停顿 他不在乎 他即使要饿肚子 他也要搞台独 从搞台独的角度来讲 台湾最大的弱点就是怎么样 跟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 所以他一定会欢迎 你把ACFA废了 台湾大陆把ACFA废了 他会跟美国一起来怎么样 跟大陆进行脱钩断裂 经济脱钩断裂 第三个 我觉得他又提到了 他的四大行动方案 第三点 他说要持续民主国家建立 与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那意思就是说 他今天是铁了心了 把美国日本 还有这些美国日本的盟友 当做自己的盟友 然后呢 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要台湾做什么 他就配合 一切的指向是什么 是跟中国大陆进行对抗 所以呢 打着民主这个招牌 然后呢 跟中国大陆进行什么 全方位的对抗 那第四点 他讲什么呢 他说 建立稳定而有秩序的 两岸关系领导能力 强 重点在哪 领导能力 也就是两岸关系 将来不容你其他人 在那边说三道四 你如果说三道四 像我们这些人 像我们这个 这个 广角智库 像我们这些在两岸关系 每天到晚说三道四 对不起 一律给你肃清 轻则警告 重则罗之罪名 把你怎么样 把你收压起来 哎 要不然呢 把你全部抹红 全部给你戴帽子 破坏 先破坏你的名誉 最后限制你的人生自由 这就是 他所谓建立稳定而有原则的 两岸关系的领导能力 领导能力就是什么 打击异己 跟异见不同的 都让你不敢说话 或说不出话 所以呢 这就是赖清德 从坐上他今天这个位置以后 我认为他心心念念他的目标就这四项 我说的准不准 希望不准 可是呢 他反正啊 520啊 已经啊 坐上了那个位置啊 那会不会啊 照他的自己提出来的行动方案啊 来一一的落实啊 我们就拭目以待 也希望各位朋友呢 有空去看看 这四大行动方案的内容 网站 网路上都可以找到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